你觉得咱家做皇上合适吗 董卓一句话惊呆王司徒 被点名的大臣连声附和 声称天底下除了董卓 再没有第二个人配的上当皇帝 此话一出 董卓瞬间乐得找不着南北 各位爱卿 是怎么看的 众人默不作声 等待的功夫董卓收到密报 原来溜絮拍马的刘爱卿 表面劝自己做皇帝 实则暗地里勾结袁绍兄弟 试图取他脑袋 董卓大怒不止 当即命人将男人心肝弯下 泡到茅台里当下韭菜 同时还不忘警戒众人一番 不知道在座的宗爱卿当中 还有谁像张温那样 表面上忠孙 背地里却勾结叛逆 铺抹取咱手机 有没有啊 眼见没人承认 董卓大度便便走到王司徒跟前 毕有所指的 要是有的话 咱姐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每次上朝就像打仗 尽管王司徒心中翻涌起惊天骇浪 可在董贼面前 仍旧是一副风雨欲来泰山不倒的模样 看不出半点恐惧端倪 话音刚落 新丹酒也被端上桌 董卓直接一口闷 并强制要求所有人都要喝下毒 王司徒瞧着鲜红的酒水 胃里不禁泛起了酸水 一时心血上冲 差点口吐鲜血 反观董卓本人 则是痛快的一饮而尽 不喝就是和叛贼一伙 眼看周围大臣纷纷喝下毒 王司徒只好颤抖地举起酒杯 前一刻刘温还和自己密谋 怎样只取董卓手机 后一刻男人的心肝 就被天杀的董贼弯下泡酒 王司徒一杯酒下毒 只觉得自己同情受无异 董卓既然能查到刘温的事 那顺藤摸瓜处置自己不过是时间问题 王司徒脚步虚伏回到府中 哭得老泪纵横 我以亲生 我以亲生绝不 绝不两意 医父 王司徒被逼着喝下好友心肝血酒 精神濒临崩溃 与其这样窝囊的苟且偷生 倒不如一死而知 可貂蝉一席话 却让他瞬间醍醐灌点 你看天子 他小小年纪 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荣辱不惊 如果你撇下他一走了之 你在九泉之下 如何面对先帝啊 他死容易 天子却要孤零零活在世上 一辈子受董卓驱使 王司徒逐渐恢复理智 他不能倒下 他还要看着董卓人头落地 看着天子长大成人 抗起这破败的大汉江山 男人刚打消赴死的念头 门外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与步前来拜见 看来董卓还真是迫不及待 想要对自己下手 总是董卓派他前来拿我了 更衣 我要堂堂正正赴死 就在王司徒一父誓死如归 坦然接受自己的结局时 小司却是语出惊人 不 祝国 吕布是来送礼的